1996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去參加參賽奧運 那時候代表柔道的項目 啊你 真的真的 我好想看你大豪瘋跟那個 要去比賽之前 其實阿嬤的身體就已經不好 就已經也發出病危通知 哥哥接到我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跟我講說 阿琪阿嬤今天就來不及等你回來 結果今天就走了 以前我阿嬤他要去菜市場 他就說 喔這我孫子啦 阿琪啦 老手刮耶 老手刮喔 眼睛看不見啦 但你充算我便宜一點 來家電就找你 欸這個冷氣 喔啊你們也要買電視喔 喔 你阿琪有在看電視嗎 你看是一個 活在生活當下的一個人 而且歌呢是真的寫生命 真實那一面 又幽默感 然後又樂觀進去 下一集我會坐紅二那個位置 對 然後你們兩個坐 你坐我的位置 大家就期待 蕭煌琦來主持這個節目 開車帶您上路 喔 我還蠻期待 因為我很想換一個主持人 欸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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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